同学, 现在讲解答案的时候 这是假期功课, 也是以前考试的题目 大家试试能否做得对 也是关于梅课实的题目 第一题, 看看能否选择答案 Metabolism is 新陈代謝 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 新陈代謝就是 All the chemical processes occurring in a living cell 在一个活的细胞内所有的化学反应 第二个答案就是 The breaking down of old and damaged structure in a living cell 第二个答案就是 在活的细胞内 将一些老去或破坏的结构分解 分解一些旧或坏的结构 是否是新陈代謝的意思呢? C答案就是 在一个活的细胞内 是制造新的组织 是否是新陈代謝的意思呢? D答案就是 新陈代謝就是 新陈代謝就是 将一些旧的退去 新的就补充 replacement of old and damaged structure by new ones 是否是新陈代謝的定义呢? 有很多人对新陈代謝都有一些错误的观念 就是去旧形身 但是事实上 Metabolism的意思不是这样的 Metabolism的意思就是 一些化学反应的总和 就是新陈代謝 而这些反应是有生命的细胞才可以做到的 所以第一条答案是A 其他那些什么 新陈代謝、新取代旧 或者是分解、正是分解 或者正是组成 第二条答案是 第二条答案是 以下的句子 关于酶是正确的 酶是可以 slow down reaction 如果是speed up 就有可能是正确 speed up 但slow down 就是错 所以这个是不正确的 然后他就说 每一种酶 each type of enzyme 是add on 是不同的受责 each type of enzyme 是作用于 add on 是解作用于 作用于不同 每一种都能够作用于不同 不是每一种的煤 作用于不同的受责 这句的意思有少少是英文考虑 就不是考虑的概念 大家都知道 一种煤 只可以与一种受责结合 所以煤是有专一性的 但是这句的意思就是 每一种煤 都能够作用于不同的受责 所以是不正确的 因为每一种煤 只能够作用于某一种 与它配合的受责 不是什么受责 都可以的 这里可能英文意思是解不了的 这个概念是不正确的 另外他需要大量 如果需要小量 就是不正确的 它可以重用 所以答案是d 这条要小心一点 所有做mc的时候 都要把四个答案小心 看清楚之后才选 如果英文比较弱 你可能选择b 你会觉得它好像对 但如果你看到d 你会觉得d是对的 如果回头再看真些 你可能会看到b 其实是不正确的 英文的意思就是 每一种煤 都能够作用于很多受责 不同种类的受责 这句说法是不正确的 但你可能以为每种煤 都有自己特定的受责 可能你解错了 你便选错了 第二题的答案是d 快点 这条简单 enoblake process 即是组成代謝 谁是组成代謝 首先 消化 将脂肪 变成脂肪酸和金油 这个是消化 消化是分解代謝 不对 将麦芽糖 由葡萄糖合成 即葡萄糖和葡萄糖 变成麦芽糖 这个是否组成代謝 这个是对的 所以答案应该是b 看看c和d的答案 c和d的答案 c是breaking down 一看breaking down 即是catabolism 不是anabolism 所以这个也是错的 它分解什么呢 分解个氧化氢 变成水和氧气 这是分解代謝 然后呼吸作用 将食物变成二氧化碳 和水释放出来 这个也是分解代謝 所以答案是b 第四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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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未教的 不过照做完也没问题 试下做吧 可能不会做 pultease 是蛋白梅 这是蛋白梅 因为这些也是ase的 sollten它的变成 parece ronome 一定是什么什么 酸胃 质量 进入胃的蛋白梅 有什么用呢 日常生活 可否用来做面包呢 蛋白莓可否用来做面包呢 可否用来做洗衣粉呢 蛋白莓的洗衣粉呢 可否用来将牛肉软化呢 我们叫做松肉 即将牛肉软化 其实将牛肉软化一定可以 为何呢 妈妈煮菜 有时会用菠萝炒牛肉 为何用菠萝炒牛肉呢 菠萝有蛋白莓 吃菠萝会刺口 所以蛋白莓会令蛋白分解 若不浸盐水 将它变质 蛋白莓会令口很不舒服 但我们煮菜 可以利用性质 将蛋白莓活性的菠萝和牛肉混在一起 将牛肉的蛋白质分解 将牛肉的蛋白质分解 将牛肉软化一点 不会有太多纤维 不会有太大的分子 分子较小一点 容易咀嚼和消化 菠萝也可以 木瓜也可以 奇异果都有蛋白莓 或菠萝和菠萝 将木瓜混在一起 或菠萝和菠萝 将菠萝和菠萝混在一起 一段时间 牛肉或猪肉都会更快 但多数用来做牛肉 所以这个是适合的 是适合的 而蛋白莓可否用来洗衣服 现在的洗衣服 多数有蛋白莓 或脂肪莓 帮助分解污脊 做面包应该是淀粉莓 所以答案是2和3 是C 第四题是C 第五题 第五题 就是以这个图 有些形状 扮某些东西 有些扮瘦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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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所弱假说 这个hypothesis 是一个lock and keyhypothesis A、B和C 就是瘦质 而A和E 搞错了 搞错了 不要紧 其实A不是瘦质 B和C是瘦质 而A 因为在完成化学反应之后 它 remain unchanged 所以A 是N N 是N B和C 就是Substrate B和C是瘦质 B和C结合之后 变成E E就是product 而D 就是煤瘦质复合物 两个结合了 煤瘦质复合物 这就是所弱假说 他问什么呢 他问以下 哪个化学反应 可以用以上的实验 来表达 即是两件变成一件 两件 即是B加C 变成E B加C 变成E 那是什么呢 好 似哪个最多呢 B加C 变成E 应该是似 蛋白质由氨基酸组成 是很多个氨基酸 不是两个氨基酸 如果两个氨基酸 就变成大Peptal 对吧 变成二态 但这个是蛋白质 蛋白质大很多 这个A又不对 对吧 好了 借糖 由果糖 和葡萄糖组成 组成 借糖 由葡萄糖 和果糖组成 好像有点 两件变成一件 看下方 下面一个就是 麦芽糖 由葡萄糖组成 葡萄糖是两个 麦芽糖是由两个葡萄糖组成 所以我会觉得 两件变成一件 因为B加C B和C不同 B加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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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叫同一个名字 所以我会选择B 好了 好了 B加C B加C 感谢观看